他正值青春年华 却不敢怀抱梦想 多次走进他家里头 多次跟他交流关心 但是他始终没有抬起头来 始终没有把他的脸给我看过 他蜷缩在阴暗角落 和社会隔绝了31年 走路回来 有可能会在台湾相见 站起来走回家 是他们人生最大的愿望 未经许可救出去